花蓮小林鄉有一所國小傳出有導師 對多名沒有寫好功課的同學 掐脖子拿課本打頭 甚至午睡時間還叫學生去罰站寫功課 而這樣的不當管教 讓才國小三年級的學生 晚上睡覺嚇得尿床 甚至不敢到學校上課 帶著心裡受創的孩子 余媽媽今天到學校 幫國小三年級的女兒辦理請假 因為小朋友說在學校要是功課不好 就會被老師掐脖子或拿課本打頭 中午甚至不能睡覺 要罰站讀書 下了課晚上回家 睡覺還會嚇得尿床 而這起一次不當管教事件 是發生在花蓮秀林鄉的一所國小 負責教導三年級的一名省系男導師 被班上八名小朋友指控不當管教 但男老師全盤否認 事實上這位被爆出不當管教的審信導師 在九十五年就曾爆發過當駭客 上高雄市政府教育處的網站 篡改女友成績 一百年也因為自己要參加主任甄選 為照過花蓮縣政府的獎狀 家長們對沈老師還可以繼續任教 相當不滿 要求校方一定要撤換 下方表示沈老師之前的紀錄並不等於現在就有不當管教的事實 全案還是要交由校評會和教育處調查 最快兩天才會有結果而審信導師目前還是繼續在該班級任教 記者文家凱歡迎報導 並且非常詳一群 谢谢大家